哈哈 上面这么多 这边一条都没有呢 这里都没有 什么 现在有些大钞 我问了这些问题 那里有没有 一点点磕 越来越小 那里有开 一边有开 一边有开 这边有开 一边有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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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好 这里看一下吗 这里要重零 几年好快就熟了 谁想过来摘桃几年了 你还要一个甲云爪 这地方有人挖过来 好晒 哎呀 不正常了 现在这么多人挖 我给你吧 这里就是桃几年甲松 桃几年甲松 走开 我找一下 很多人说我不想找老四小朋友 叫他拍个视频 他都不知道看哪里的人都没拍到 找不到啊 他就喜欢折桃 我就在这里看 没事 总得有分工合作嘛 他就喜欢在那里爬 昨天的视频有很多大哥问了问题 挺搞笑的 他问我们这么热的天不怕热吗 我们又不是机器人 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怕热 但是你有权利怕热吗 一个成年人 你想怕就可以了吗 还有又有些说问了 不怕马蜂吗 不怕蛇吗 什么 说实话 谁不怕 马蜂遮到还是很疼的 蛇咬到 有可能会 没命啊 马蜂还是多一点啊 经常会被 遮到 但是一般马蜂呢 就是稍微疼一下 没什么大问题 蛇咬到的概率 很小的在山上 真的很小很小 我们这边 经常出来 都见到蛇的概率都比较少 大概出来十几天 也不一定能碰到一次有蛇呢 被蛇咬到的概率呢 那就更小了 比我们开车出门 出事故的那概率 还要低很多的 你别看 偶尔会有一两个 那个报导被蛇咬的 怎么 那种呢 因为是 出现这种概率的 出现被蛇咬到的概率太少了 所以那个媒体很喜欢报导那些 但是现在事故的 报导不过来 所以不用太过意担心 稍微只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像这个干松不错了 其实 就是这种呢 被人家踩过了 像 看他这个 一个蛇力 还有一个扭曲 还挺不错的 像这一颗也不错了 其实 可以 可以挖的 挖两颗 我就喜欢挖这种 不大 不小的这种 用个小盆子就可以了 像昨天那种呢 确实 真不是我们的菜 但是偶尔不挖点大的 你们就以为我没有大货挖了 你是看那陶金娘下面那一堆 肯定很大 小凤这么认真找 还没有找到一颗 喜欢 不错了 这颗还可以 这个就高 扬一点 不是太紧了 太直一点 就这边这颗 还有下面那一颗也不是很高 我这样把上面这颗挖了 你先找一下 把这棵先挖起来 这边这棵就不要了 这棵被人家踩过了 又搞这棵 这棵还有点耐舍利 先拿剪刀出来剪一下 这条也不错 一个弯度很大 这个可能 腰带土球有点了 哦 它剩两 你看 是吧 对 一个弯的好漂亮 这里钻一个弯 挖这两棵 往前面的修一下 这棵 这个是它的 这条枝被你剪 还是我剪的 应该是我剪的吧 剪的太多了 一开始不打算要上 我没注意那一棵 我就直接剪了 哇 好晒哦 还没到10两 它两棵回去了 它这两棵 靠得太近了 一起挖起来 能不能啊 肯定不行 它最后再分 那样更容易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